精心的旅游线路 贴心的导游鱼 为何银银抱着欺账 美丽的自然风光 奢华的旅游设施 却不能带给游客舒心的享受 面对形形色色的旅游乱象 我们应该如何迎接 敬请收看平安36551特别节目 人在窘途 厦门古浪雨 这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地点 岛上风格迥异的万国建筑 亲身欧阳的浪漫海滩 成为了很多情侣文艺小清新的剧情地 但是在愉快出行的同时 您也要紧张圈套 根据网友爆料 一些打着导游旗号的不法分子勾结商家 欺诈缆客 更是爆出了一顿饭 花费高达万元的新闻 又一个温州市民发微博称他在春节期间在厦门古浪雨也遭遇到天价菜单 一顿饭竟然吃了一万三千元 正月初五 周先生和亲朋好友一行二十余人来厦门玩 在导游带领下来游古浪雨 导游推荐他们来到一家名为金星鱼港酒楼的餐馆吃饭 没想到吃完饭结账时 1.3万元的天价午饭让周先生傻了眼 而更荒唐的是该店在点菜时没有明码标价 也没有菜单 温菜价时点菜员才会报价格 古浪雨是一个充满故事又浪漫的一个小岛 但是去过的人都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你一下码头就有人上来和你说 需要讲解吗 我是导游 全国很多景区都有这个野导游 但是名声最大的可能要数厦门古浪雨的野导游了 李女士一家人不想让导游带路 在拒绝多个导游懒客后遭到导游持续谩骂 甚至还有人出口脏话 然后双方发生了争执 2015年五一小长假之前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的体验者魏先生从北京出发 带我们踏上了厦门古浪雨之旅 古浪雨其实是位于厦门市西南雨的一个小岛 岛屿的面积仅有1.78平方公里 与厦门岛隔海相望 前往古浪雨必须要乘坐轮渡 怀着对古浪雨的无限憧憬 刚刚出气场 我们的体验者一行就直奔轮渡了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钟 我们的体验者魏先生已经登上了轮渡 但随着海鸥的叫声一路上是乘风破浪 站在船上遥望古浪雨 风景的确努力 游客们纷纷出了合影留面 收获美景 我们体验者的心情十分愉悦 可是刚刚踏上古浪雨 我们体验者就被形形色色的人给拦了下来 三百多条街道 您听讲 如此说来 不行的导游还真是不行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我们就跟随导游开始了古浪雨之一 古浪雨因为其完好的保存着中外各种风格的建筑 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 而漫步期间 也的确有种置身画中时光老去的浪漫 这让体验者的心情的确不错 刚开始导游的讲解呢 还真是重归重矩 可是这走着走着啊 我们的体验者开始觉得越来越不追劲 眼瞅着那边 人多热闹的景点不去 导游却带着我们不是穿胡同 就是逛购物店 沿途经过的景点也都是需要单独付费的 他们一家自己家中的七八十米 刚刚说的就是这一家 这边的体观一斤两百多都很好吃 线麻的珍珠粉 那东西老说这个红三红特别好 如果三叶街卖二十五块钱一盒 这边是居民区老四号店 一盒十块钱一盒 这边呢 挖出来做什么机名菜刀 现在免税价很便宜 而当我们的体验者提出想去日光延等等知名景点的时候 却被导游告知 没什么看的 一句话统统给拨回了 此时 体验着登岛时的愉悦心情 一扫而光 一路上尽管商家和导游耐力的推销 可是我们的体验者却不为所动 抱定一个信念 不消费 我看你怎么了 如此几番下来 导游的态度也就渐渐的发生了变化 脸色难看不说 这说话也懒得说了 于是乎我们这趟行程就在互相不搭理的冷卧当中 草草结束了 难道这就是我们体验者期盼的古浪雨之旅吗 回想着古浪雨之旅 一路下来不见导览 只见推销 想去的景点去不了 不想去的景点却必须经过 期间多数的时间停留在茶叶店 珠宝店 菜刀店 特产店等等等等 一个小时的时间缺乏乐趣不说 光着商家和导游玩命的推销 就令人不厌其烦 看来网友爆料所称的 黑商中介的确名不虚传 导游商家串通仪器 黑商中介 堪称黑目虹虹 请请收看平安36551特别节目 人在窘途之 厦门古浪雨 平安36551特别节目 人在窘途 今天我们的体验者 带您体验的是 厦门的古浪雨一日游 说到厦门的古浪雨 简直是景色太美好了 而且它好像还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而且是著名的钢琴之岛 蓝天碧海 可是我们的体验者的心情却不是特别的好 很多事情让他觉得心里堵的话 比如说他遭遇到黑导游 黑导游跟他讲说 我跟你说 郑成功这个传说非常了不起 因为郑成功他为什么要到我们古浪雨来呢 因为郑成功他是个著名的音乐家 他特别喜欢弹钢琴 这都哪跟哪的事 不过其实说到古浪雨 很多的网友的确是游客在网上有这样的吐槽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就讲了说古浪雨的野岛游 太厉害了 堪比黑社会明目张胆的围攻 所谓不听话的游客 你不照我的要求 不到那去玩 不到那去花钱 就去围殴 还有一个朋友说 古浪雨这地方海鲜的价格也非常的高 是不是因为是钢琴岛 海鲜都懂音乐 他说八个人吃了4000多 说竹节虾580块钱一斤 平均60块钱一只 老板而且还跟你说了 说想投诉 门都没有 我告诉你们八个人 这小样 你敢投诉 小心你出不了我们这个岛 你这明目张胆的威胁了 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体验者听到了一个新的词 叫做黑商中介 就不是黑导游了 这词不是我们发明的 是当地的整治的小组 包括古浪雨管委会 他们给定义了黑商中介 黑商中介就是说给黑商户做中介的那些人 这些人可能白天是做黑商中介 下午去摆地摊 晚上又到饭馆去打工洗盘子 其实有很多都是外地来务工的人 可是他们是附着在那些坐地户 那些所谓的黑商户的身上的 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黑色利益的链条 这些中介带着你都去那些明晃晃亮了刀的地方 你就伸着脖子等着挨仔 他们带你去珠宝店 购物去茶叶店 食品店等等 步步惊心 步步都是陷阱 而且这些坐地的商户可以说盘根错节 相互的利益交织在一起 确实对于当地的旅游环境来讲 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隐患 那么我们第一天 我们的体验者 他们已经在古浪雨遭遇到了不太美好的心情 为了对整个古浪雨上面的旅游的环境 有更多更深刻的了解 第二天 我们的体验者打起精神 再次登上了美丽的海岛 还会有什么样的经历 第二天 我们的体验者再次登下前后的浪雨 此时已经是夜幕降临 古浪雨在晚霞和灯光的衬托之下 越发的迷人了 二次登岛又会有哪些遭遇呢 想到这儿 我们的体验者心里多少有点坦克 上岸之后 立刻被团团围住 当然有了上次的教训 导游我们是肯定不会请 可是来的人却不是导游 住宿吗老板 这么小一道 自己走走看看 看起来就小 这边三百八十多条路 自己找不好找 我带你去看也是免费带你去看 你看了 满意你就住不满意 不住没关系的 不管你住多少钱的 老板就给我十块去 这么少啊 他宾馆那么贵 才给你这么少 但是我们有的烧尸一天也带了七八胖 七八胖就七八十块吧 而这上五个胖就五个十块 这么一说 人家这钱赚得挺明白 既然如此 加上天色已经晚了 我们体验着一行 也就接受了眼前这位大姐的好意 跟着大姐转了几家旅店 一番考量之后 我们决定选择其中的一家旅店住家 本以为此时大姐就该走了 可是下楼一看 居然还在楼下等着我们 原来知道我们没吃饭 特意留下来带我们去吃饭 这人生地不熟的 遇到一位热心肠的大姐 体验着心里 顿时觉得心生好感 这边吃饭贵吗 海鲜 不会 螃蟹多少钱 螃蟹 一百多 螃蟹这么贵 连现在的螃蟹嘛 这个季节螃蟹比较不好养 它的东西 一路逛下来 大姐带我们走进了几家餐厅 并且极力推荐这几家的海鲜 很好吃 但是我们的体验者 却渐渐产生了疑虑 怎么这些餐厅都感觉到 有点不太对劲呢 此时啊 我们的体验者忽然想起 登岛前一位同行游客的警告 明天去古兰里 要是吃海鲜的话 可得注意了 我昨天 我们俩昨天刚 就点了那点菜 就花了一千多 要看那种 餐厅外边有没有价牌 那种驴牌 在价那种 你要是吃着的话 你就点了 他说着那堂驴 五十块钱 等别让了之后 他算你三百块钱 果然 这些餐厅的菜牌上啊 没有公开价碼 遥想到旅友的提示 我们的体验者顿时警觉起来 莫非眼前的这位就是黑商中间吗 拒绝了大姐的推荐 我们的体验者决定要自行选择餐厅吃饭 可是人家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依旧是不离不弃的紧紧跟随 看了几次没有办法 体验者只好是顺其自然了 最终还是没能挡住大姐的推荐 我们的体验者被带到了当地一个海鲜市场 购买了将近三百元钱的海鲜产品 又单独的付了二十元钱的小费 这才得以摆脱 看来古浪雨的黑商中介 是乔装成各种身份的 一不小心被缠上 影响您出游的心情不说 您还会不知不觉的陷入到困境当中 送走了黑商中介 体验者大好的心情 降到冰 再遇黑商中介令人诧异 纠缠之后又会有怎样的心情呢 受了骗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敬请收看平安365 五一特别节目 人在迥福之厦门古浪雨游 这趟我们的体验者的厦门古浪雨的整个体验呢 感觉心情并不是非常的好 那古浪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黑商中介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 这些图片里面显示的都是在旅游旺季 整个古浪雨岛上面的情况 你看是人头攒动 人满为患 那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 显示说 整个古浪雨它的面积呢 是1.87平方公里 那么在2014年这一年登岛的人数呢 达到了700万人 最多的一天 接近了9万人 那你想 因为专家计算过说 其实古浪雨这个岛上 它的极限的承受数字呢 是大概400万人左右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超过了将近快一倍了 这么多的人 这也就是这个黑商中介呢 它滋生的一个土壤 而且给当地的旅游主管部门 也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游客 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黑商中介 我们应该怎么办 今天我们同样为您请到了许杨律师 这个黑商中介确实是让游客的 旅游的这种感受大打折扣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实际上我们作为游客 首先要了解这个行业 它是要求持证上岗的 那如果你真的参加了 上了当了 受了骗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到行政部门去举报 就旅游行政部门举报 发现这种黑中介黑导游的话呢 就是对他们也是有处罚的 并予以公告 所以我想作为游客来讲 就是说在选择导游的时候 也要小心看他有没有先行的证件 是不是正规的旅行社 否则避免吃亏上当 而且你如果是找着仅仅是一个 什么资质都没有的个人 你将来维权都比较困难 好 谢谢 谢谢许律师 今天我们的体验者 整个这趟厦门古浪雨的体验回来之后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刚才说到了厦门古浪雨的岛面积不是很大 并不像黑导游说的 什么三百多条胡同 像迷宫一样 没有人带着你就迷路了 回不去了 其实您买一张地图 然后自己在岛上走一走 这个道路建设的也非常的漂亮 景色也非常漂亮 关键就是咱们古浪雨的这些居民 他们都非常的热情好客 有问必答 所以您肯定不会迷路 整个旅游当中 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旅游感受 其实自己发现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平安365 五一特别节目 我们在北京祝愿您出行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